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吓坏了 在美国联准会 可能是在年底会在升级一马 然后明年降息的空间 没有大家预期大的情况之下 台股就灌破了半年线的防守区 使得大家现在非常非常的担心 如果没有办法赶快的站稳 止跌 是不是要出大事了 事情大掉了 这个时间要怎么看呢 最后的防线区会是在哪里呢 马上要到中秋节了 有没有机会中秋变盘变好呢 10月的营收成长股 有机会把盘式再带起来吗 好 例如我们来看到 现在大家操作 当然是比较保守一点了 在这个高利率的环境之下 金融股还适合存股吗 要怎么存呢 还有我们看到 航太展刚刚落幕 今天待会我们现场为你展示 最新型的无人机 以及里面的投资商机 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 马上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 这边是提死不测区 万保周三总编辑 庄总编欢迎 清姨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威良欢迎 清姨好 大家好 资深财经媒体人惠祝欢迎 清姨好 大家好 战术防守区 中央大学教授吴大人 欢迎吴老师 清姨好 大家好 我们探机科技总经理 中国人欢迎中总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首先就来问 当然联组会 已经公布了最新的利率 就是维持着高利率不变 那么年底前 可能会再升息一次 明年降息的空间变少了 我们就先来问 这个第四季 大家想说 本来是有个灿烂行情的 第四季的作帐 以及作末行情还有吗 Yes or No 请大家先举牌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季 现在看起来 4比1 还有 给大家一点希望 郑显 从利率的角度来讲 就是没有更大的利空了 没有 那第四季什么 因为刚刚庆宜问的很有趣 她说 有支机跟作末行情吗 我要跟大家说 对 有支机行情 也有作末行情 但就是没有业绩行情 唯一确定就是 不会有业绩 因为在高利率的时务价 消费力无法提升 所以这个业绩行情 要替延得非常久 那什么会有叫做梦行情 第四季 注意 不是指数的做梦行情 因为整体的经济 很难带动起来 所以我们的领头羊 台积电 鸿海台积电 很难跟得起来 所以第四季的做梦行情 我要加两个字 叫做个股做梦行情 因为所谓的做梦都是 真为明年可能有哪些题材 可以抓得到 所以我觉得明年 第四季是有个股做梦行情 那对于资金行情 那大家都知道 要整个最大的利空 那最大的利空是什么 就11月份升息 那现在大家都已经觉得 11月份要升息了 你看那个点证图 你不要以为升息是必要的 说变成5.75的人 只比5.5的人 多大概6到6票而已 这个随时都会因为 美国的景气到10月 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那如果到11月有个批变 那现在每个都认为 11月要升息 那都有个批变 这时候资金行情就会起来 所以我认为是什么 个股的做梦行情 加上11月份 可能利多出境 甚至反转的资金行情 大概第四季 笼罩完这两个行情之上 OK 还有行情 就是没有业绩行情 好 魏良 那当然这个 最近因为市场 对于年底之前 还会再升息 所以有一些紧张 那反映在 美债殖利率跟美元指数 往上冲高 不过我觉得这个影响 只是短线 因为以现在市场上 当然认为 就像刚才我们有提到 11月可能升息 但是也有很高的概率 是不会再升息 也就是说 其实整个升息 有可能在7月 已经悄悄化上据点 只是连准会 心里能想 嘴巴不能说 所以现在给大家 有一些可能想象 当然这部分 就是所谓的这种 英式的一个悬停 但我认为这个冲击 应该反映个一两天 过去之后 市场上还是会慢慢 就迎接 第四季的年底 旺季行情 因为库存已经 去化了一年多 现在都已经回到 相对低水位 更重要的是 科技股的股价 也已经压回到低档 所以我想 其实跌身就是利多 最后一个 我们讲到 四年一次的 总统大选行情 当然大家看 眼前的盘势会觉得 刚五五 有吗 有选举行情吗 其实我举两档股票 为例子 一个是中市 一个是轮飞 大家看看这两档个股 八月底来都涨六七成了 这个就是选举的指标股 当然你会说 那是代表好像是 蓝军的指标股 那我再反问一个问题 你觉得 绿军的指标股 不会有一些回应吗 比如说军工 观光 或者说绿能 所以相关的一些行情 在巧巧酝酿当中 再忍耐一下 应该就快要拨云见日了 忍耐一下 太阳快要出来了 我现在是觉得说 其实不用太在意FED 因为FED 我觉得他们现在 就是照本宣歌 因为高利率 已经在这边 这么长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因为最近短期 因为油价比较高 所以他们在市场过热的时候 他们要说一点降温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焦点 应该已经不是在FED 那至于第四季 我认为是 未有行前原因是 除了就是说 刚刚讲的总统大选 它是一个护体 就是说它在 因为执政党 他们毕竟会有一些 这个护盘的一些动作 所以我觉得就是 保证这个 不是保证 就是大环境 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护体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基本面 其实是有好转的 因为事实上你看 今年除了 就是大部分的电子股 其实都不是很好 但事实上在第三季的时候 NB已经开始有集单了 然后现在NB 第四季又会有 AI NB出来 然后你看那个 像手机也卖得比预期好 所以基本面的 而且今年的基期非常低 所以事实上 大家在做梦的时候 已经想到明年会有一些成长 所以很多个股 其实他们的业绩 是有开始在慢慢在回温 然后再配合 趋势股像AI 他们在从19月开始的业绩 也会开始大幅的成长 所以就是说 这个电子股 我觉得开始已经从孤体开始上来 所以应该是有一个 基本面上面的一个行情 就只有吴老师 是 只有你看衰 对 我是对第四季的股市表现 是稍微悲观一些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 联组会他的动作 他这一次 他是没有升息 但是他在会议记录里面 其实他蛮强调 他还是要继续出脱 他手上的这些债券 当然是以美国公债为主 那债券卖出去 他就会把货币回收回来 所以货币的攻击 在未来 他一定会逐渐的紧缩 另外还有 他会产生另外一个效果 就是联组会 他把他所持有的这些债券 卖出去的时候 债券的价格会大幅下跌 就是债券的攻击会增加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殖利率 快速飙升 对 飙升 所以说对投资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钱又被吸走了 是 就是有些原来要放在股市的资金 有可能投资到债券 因为债券它是固定报酬 现在债券价格下跌 或许是一个投资的时机点 所以它有可能 会有这样的资金的移动 可能债券反而是出现 可以投资一点 我们就请吴老师一起来看 这一次整个联准会的决策的重点 那么当然是维持来这高利率 年底前可能会再升阴 您觉得现在联准会再防止 二次通膨的可能性吗 确实 就是说现在美国它最主要的情况 就是它的物价的情况 还不是很理想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一张 就是 当然我们大概都知道 我们的CPI或者是PC物价指数 现在都跌到3点多 从去年的高点到现在 都有一个蛮大跌幅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核心CPI 或者是核心PC的物价指数 现在都还是在4点多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以核心CPI来讲 它去年的最高点大概是 不到7% 现在跌到4点多 从不到7% 6点多 跌到4点多 其实它下降的幅度 还是非常有限 PC物价指数更是如此 去年最高的时候也只有5点多 现在跌到4点多 然后在7月份它还有一点回升 核心CPI或者是核心PC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它代表的是 美国长期物价的趋势 所以说联准会 它想要控制的 不见得是一个短期物价的波动 而是一个长期物价的稳定 所以它基于目前 就是物价的情况 联准会 它当然现在的做法 还是会比较偏向银派 虽然在9月份 它并没有升息 但是在年底 再升一码的可能性 其实还是蛮高的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我们可以看到 2024年 这个是马上就来到 就明年所谓的降息 还是5% 还是非常高地率 它是5.1 这是联准会的成员 他们预测整合的结果 但是上次的会议记录 这个数据是4.6 所以说到现在 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月他们联准会的成员 他们看到了明年通膨的情况 可能还是非常地严峻 所以说它当然比现在的利率 还要稍微低一点点 但是它非常有限 如果它年底再升的话 明年全年要维持在5.1 有可能就是在明年 它降息的次数 顶多是两次到三次 而且降息的时间点 现在大家也不确定 有可能是 如果到了下半年再降息的话 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就很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联准会 它的会议记录 它所显示的 当然在利率政策上面 它是没有变动 但是它对未来的展望 在物价的部分 是保守的 对 它是非常保守 在经济的部分 在经济成长的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都认为经济成长 就是美国的经济 还是有相当的韧性 所以它是调高了 经济成长的情况 对失业的情况 他们也看得相对乐观一些 但这些条件 事实上就是联准会 可以继续升息的本钱 对 就是它是软着陆 但是通膨的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这个高利率环境 依旧是在 整个看起来 因为我们台湾是做出口导向的 美国的经济呈现这个状态 当然对我们这些科技 也会造成一些影响 所以接下来我想说 吴老师你认为 我们台湾应该先要预防性 先降息 保护我们的企业 是 我是在媒体上有这个说法 所以你觉得问题很严重吗 确实 就是我想我们现在看到的 美国的经济情况 其实跟过去的 石油危机有点像 就发生在70年代 80年代 但是它最大的差异 其实在性质上 就是它的经济结构 从70年代 80年代一直到现在 其实它已经有很大的转变 在1970年的时候 美国的进口金额大概是600亿美元 然后它经过两次的石油危机 很多物价都上涨了 它到1980年的时候 它的进口金额成长到3000亿美元 但是到了最近 最近这一两年 美国的进口金额已经超过3兆美元 所以它的进口金额 其实是非常庞大 所以我们都知道 就是通膨或者是升息 它一定会影响到家庭的消费 家庭的消费 一些非必要性的消费支出 就会被排挤 这些被排挤的项目有很多 对美国来讲可能就是进口产品 这些进口产品就是由 我们台湾 或者是中国 日本 韩国等等 他们出口到美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它现在的升息 或者过去的升息 以70年代 80年代的情况 它升息消费减少 主要是影响到美国本土的产业 但是它这一次的情况 它升息 美国产业当然 还是多少有受到影响 但是我们这些亚洲的出口国家 我们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 所以明年的景气 这个蓝灯会继续亮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从去年3月开始升息 我们台湾从9月开始 我们的出口就衰退 一直持续到现在 出口衰退的情况 还没有好转的迹象 最近刚公布的8月份的外销订单 又是蛮大幅度的衰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出口衰退 它代表的是厂商营收在减少 厂商营收减少 但是很有可能 过去 譬如说在2021年 那时候我们出口创新高 另外 我们经济成长率也超过6% 所以在当时很多厂商 可能对未来有比较乐观的预期 所以它在当时 它可能就是做了比较大的投资 投资还是要跟银行借钱 借美元或者是借台币 经过联准会 或者我们台湾洋行升息之后 其实这些企业他们的利息负担 都不断地在增加 但是它的营收是在下降 所以时间一拉长 根本增加营收下滑 时间一拉长 它就有可能会撑不過去 所以你说会有企业违约的问题 是 企业违约的问题就会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看 中国的碧桂园的事件 就是 台湾会发生吗 碧桂园在去年情况还很好 它甚至是中国的模范企业 但是它今年就发生财务危机 其实它碰到问题也是 房子卖不好 所以营收下降 所以老师 你是按时明年 我们台湾会出现 很多违约的财务危机 也呼吟你刚刚讲的 一些股市你没有那么大 我们有可能会发生在出口 跟出口相关的制造业 也不见得一定是科技业 我们还很多传统产业 他们的出口其实衰退得更严重 大家都有嫌疑 抓了蛋 是 谢谢吴老师 所以从整个利率面来看 我们台湾出口很紧张 接下来投资怎么办呢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说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但目前确定是高利率环节 我们来看金融股 高利率对金融股是有注意的 如果持续在5%以上的话 现在银行股可以投资吗 怎么投资 整个金融业有分成 银行保险证券为主 其实如果我们要精准打击 精准投资的话 可以先来参考一下 最近有媒体针对银行保险业 做了一份调查 其中针对包括了6家公股银行 5家大型的民营银行 总共11家银行所做的调查 结论是这11家银行 一致认为今年的获利会创新高 好 按赞 非常有信心 到底创新高可以达到多少 认为可以超过5000亿元 至于说受险部分 6家受险公司的回应也很一致 得到了共同的答案 是今年的获利不会创新高 债券部位又很大 对 所以此消彼长的效应之下 我觉得如果现在大家在做 金融股的布局 甚或是说长期的存股计划的时候 你不妨其实先跟着 现在这一波的趋势 应该是要比较挑 银行业务比重相对高的金控公司 甚至是存银行股 获利比较好吗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整个获利的一个表现来说 这个是近5年来金融三业 各自的一个表现情况 我们刚刚提到的银行 其实大家就可以发现到 其实银行整体它的获利 虽然也有一些起伏 可是变化没有那么大 即便是遇到2020 2021 这些所谓的疫情或空头市场 其实它下滑的幅度比较有限 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 立刻就回温了 来到4300亿以上 你看今年前7月 已经赚超过3200亿 所以说按照这个进度下去 的确今年获利创新高 突破5000亿可能性很高 而且因为银行主要就赚 这个所谓的利差 毕竟美元持续升息之后 台币升得比较少 所以这个利差扩大之下 对他们是比较有利的 但是相对来讲 因为美国一直升息 值率攀高的时候 公债的价格下跌 保险业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这个潜在损失就比较大 今年虽然有一些转机 可是看起来的确跟过往的高峰相比 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最后就是证券 其实证券的变化也很大 2021年的时候那年大好 这个是拜航运所赐 因为股市交易热络 成交量6000亿 然后当充客多 今年其实也不错 你看今年前七个月 已经几乎快要跟去年全年打平 这个又是拜AI所赐 最近AI稍微沉寂 不过如果第四季捲土虫了的话 我觉得今年的证券业获利 应该也蛮能期待的 OK 所以股票的话你会怎么挑 好 存股足最爱的就是中信金 兆丰金 玉山金 对 我们进一步把这个14家金控 到目前前八月的获利 把它揭露出来 其实我觉得这是投资金融股 一个很棒的优点 因为其他的公司 我们就要等所谓的季报 等三个月 可是金控公司 每个月都会公告字节 所以财报非常透明 这个好处就在于 如果我们一不小心 存错了标的 你可以紧急的 踩煞车 换车 这个数字的部分就给大家参考 我简单挑几个重点 出来做一个超级比一比 纯股足很喜欢玉山金 我们看它今年前八个月 EPS 0.91元 没有感觉 我们就找个对手来比较一下 首先看一下开发金 EPS 0.92 还略胜过玉山金 可是你看开发金 现在的股价是11.85 那么玉山金的股价却是高达24.45 这么一比较之下 开发金岂不是严重被低估吗 当然大家会有疑虑说 因为它今年没配息 值率低 可是你不要忘记 今年没配息 是因为去年获利不好 现在的获利不就是 明年配息的底气吗 所以明年的开发金 我觉得整个配息 一定会比今年 有大幅度改善空间 所以股价有补涨机会 因为现在零 对 进步空间很大 再来我们就看一下元大金 今年前八个月赚1.72元 股价24.62元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比 股价是24.4元 你会发现它跟玉山金的股价 差不多 几乎平手 可是它的获利也是高了一截 再来我再帮它找一个对手 我们看赵丰金 然后跟中信金 再来比一比 相对来讲的话 中信金赚更多 中信金赚了2.26元 股价更平 高于赵丰金1.79元 结果股价也是差了大概10来元 所以从这个比价角度来讲 存股当然你要存CP值高的 你不能根据说 因为过往的印象 过去谁的配息 或谁的涨幅多 其实一切都要往未来来看 所以这就是刚才所讲的 我们来一个超级比一比 这四档金控股 其实在存股族或投资族上面 都各有支持者 但是我们纯粹就 营运的调整方向来讲的话 毕竟中信金 它还是以银行为主体 兆丰金是公股很稳定 可是就现阶段来看 我觉得明显的是 中信金比较低估 玉山金也有很多人喜欢 它也是非常机优 非常棒的一个银行为主的金控 可是比起元大金 我觉得元大金很有实力 大家不要忘记 它有国内第一大的证券公司 这个证券又包含底下什么 好多ETF 对 第一大的投信 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0050056都他们家的 再来它还有目前第二大的期货 再加上其实底下的元大银行 元大人寿 其实也是它非常强大的通路布局 所以我们在大选之前 我觉得如果说要来参与行情 一方面希望说 有下涨的价值保护 二方面如果选前真的有机会 什么肋骨被琢磨或点火的话 我们根据数据来看一下 在大选前的三个月到一个月 这个差不多是接近现在这个时间 逼近选举的时候 大盘指数平均可以涨1.58% 金融股的平均涨幅 达到将近4% 比较优 好 我们再进一步细分来看 证券股的涨幅是7.8% 银行股4.3% 受险股是1.89% 所以不论是就 刚刚讲的获利比较的角度 或者是说获利的成长的 前瞻性的展望 或者说历史上面回顾 大选前到底是证券银行 哪一个比较好 答案就是证券是首选 其实是银行 感觉就是元大金 所以综合起来看 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刚才讲 目前我觉得真的是 严重被低估的是中信金 大家可以看看 我觉得在日线上面这边来讲 它应该有可能会打一个 复合式的底型 所以这边有半年线 再往下有年线 其实两个都是非常强大的 中长期支撑 所以越往下 这个你要采取金字塔的承接法 越跌买越多 对 越K线的格局来看的话 目前已经是形成上升轨道 所以我们想 如果日线有下跌的话 那不就是接近 长期轨道下源 MACD也已经翻为正的柱状体了 再来看元大金的部分 这个短线上面格局就比较强 这个其实已经开始有 连续往上做攻击的企图心 同样的越K线 已经形成上升的轨道了 接近下源 再来做一个切入 最后就是我觉得 如果真的想要找 那个还没有明显发动的 开发金今年是真的是 比较委屈一点 如果这个获利数字 大家慢慢注意到 然后开始去预期 明年的配期的话 我觉得它应该不会 长期停留在这个底部 太久的时间 那也值得大家去追踪看看 好 这个是可以 比较低基期给大家做参考的 好 谢谢威良分析 也非常辛苦 好 我们待会回头来看 如果第四季 有一个作末行情的话 选股策略要怎么拟定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明天습니다 明天时间 明天 dele 明天 明天